女骑胜大战王铁锤,两个美女骑手,招法一个比一个凶狠 女骑胜竟然使出了中炮盘头马,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招数,大家怕不怕?我们来看精彩时代 女骑胜当头炮,王铁锤把马跳,红旗上马,黑旗进足 红旗不出局,请兵,那黑旗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平风马,堂堂正正 红旗上马,黑的出局,黑旗选择了高横距,要来一个中炮横距七路马的阵型 红旗先补个相,红旗横距站内,红旗熏河炮比较稳健,红旗直冲用兵 他进中兵就准备盘头马,开展攻势,因为这个黑旗的熏河炮,他已经是站住了河头 同时呢,他补的是右边的事项,以后可以配合呀,出这个贴身巨 红旗呢,想从这个中路突破呀,必然要遭到抵抗 黑旗回到室,红旗呢,平边炮,准备亮局抓炮 那黑旗呢,就对足活马,红旗出局,黑旗啊,再来一个熏河炮,双炮熏河 上马,他选的上这个嘛,黑旗进足,红旗踩上来,红旗平炮抵住 红旗再来一个,那黑旗呢,先来一个贴身巨 红旗呢,进兵 红旗呢,有中炮盘头马的攻势,而且呢,有对三兵拆他这个炮架子的手段 以及从这个中路啊,进中兵突破中路,一系列的手段 而黑旗呢,现在是双炮巡河 这个内居呢,监视的这个盘头马 这个红旗呢,还是比较稳健的,他选择了对三兵 那黑旗呢,就选择上马 红旗呢,进居抵住 不给他对马的这个手段 黑旗呢,来一手回马进枪 他以退为进,这招旗可说出乎了红旗的意料 目的呢,仍然是破坏这个连环马 然后呢,放手展开进攻 他进兵 把马交换了 踩上来 然后啊,下个底炮 陈底炮,这招旗走得非常凶狠 准备发动攻势 你要是飞掉这个兵 那人家这个平炮一打 你这个炮再平到边上去了 红旗以后再把向一连 那红旗的阵型啊,非常好 红旗拆炮 飞旗呢 进居,进入你这个中兵 飞个向 然后呢,就冲出 那你肯定是不敢滚啊 平兵 他冲过去 他退一步 他平过来 那他平中 黑旗呢,高居在桌 红旗呢,进居保住 红旗呢,进居保住 红旗进居保住 保这个兵啊 他就给黑旗设个陷阱 黑旗实战是选择了平族 这个是正招,没有上当 你要是上个马 来打鞠 误以为可以占便宜 那这个旗呢,就上当了 红旗呢,他会来一将 黑旗落势之后啊 红旗直接就弃局砍尸一将 你一吃 他再杀你一将 你进去 他再把鞠吃 这样呢,黑旗就丢死了 他有这种陷阱 但是这种陷阱 你能骗得住王典说这样的大高手吗 人家不上吧 黑旗呢,平族 这是正招 黑旗退炮 这准备啊 来一下 那黑旗呢,也赶快退炮 再打局,他各中给你来一将 那他站个中鞠 站个平个中炮 平个中炮呢,黑旗呢,平炮半钟马腿 这是一步好奇 又要吃炮 这个 这个 红旗啊,他就要丢死了 红旗选择了 退局吃毒 那 黑旗浸泡一将 红旗也只能吃掉 他再把鞠吃 这样就得死了 黑象再一打 黑旗呢,就平均 红旗平兵 黑旗呢,进局 下一招啊,就准备这一卡就不得了了 那赶快平炮 这个平炮啊,应该是漏算了 他应该先炮溜退一,先打一下局 那黑旗呢,平炮一打局 红旗呢,立马傻了眼 只能是对着 对着干了 那他把鞠一打 他把鞠一打 这样呢,形成啊,有鞠杀无� 黑旗平鞠过来 管住这个小马 在这个有鞠对无鞠的情况下 一旦这个小马 一旦这个小马被人家管住 发挥不了作用 那黑旗可以说是胜局已定了 他进炮 黑旗就上马 红旗下兵 黑旗小竹也不给 红旗来 他又退一步 飞马的跳进去 红旗平炮 抵住 黑旗又往边上跳 赶快回炮 黑旗又走出一步妙手 现炮 逼你交换 你现在肯定是不敢打这个炮啊 要不然握死了 只能是回马 这样的交换 他把这个一打 他把这个一吃 然后啊 他退炮打住一串 红旗只有飞向 飞旗再把炮一打 红旗呢 只有飞掉 飞旗再平均捉马 然后马上来 飞旗来一将 做个试 然后呢平均吃相 这样呢 这个红象啊 必丢 丢一个象 就相当于丢两象 那以后这个 这个军队马双逝呢 引起来很简单 啊 顾不上了 就吃足 那他把象一吃 退回来 他保住兵 飞旗呢再平过来 把这个象捉死 象棋象棋 没有象 你还下什么棋 红旗呢 就赶快过兵 他想到以后啊 兵过来 俩兵拉住手 看看有没有一丝 磨合的可能性 这人家还有个鞭族呢 你想和其拦入登天 这样再吃掉一个象 居族呢 必胜马双兵双十 同其平兵 飞旗退居捉马 从马跳进来 飞旗平居 同其平兵 飞旗呢 先出老将避让 同其 同其回首试 飞旗呢 再进居 把这个小兵吃死 这个兵肯定是管不住了 过兵 他就把这个兵干了 同其呢 还不甘心失败 还幻想着来守核 进兵 让他平过来吃住 同其呢 跳个鞭嘛 那现在这个暗宝 你可不要随手一吃 那这一将 那变成黑旗枯了 那黑旗呢 就把老将进来 同其呢 就回马 保住这个兵 黑旗呢 就知试 绊住马腿 以后呢 就准备把象落回来 敞开中路 黑旗呢 同其呢 就赶快退个试 那他来一将 他执个试 黑旗呢 把象一落 敞开中路了 同其呢 他就赶快平兵 黑旗呢 平居 同其出帅 黑旗呢 就慢慢的过足了 你有兵 我有族 我这个族慢慢的滚过去 你只能是坐以待毙 因为你这所有的子弟啊 都回不去 他选择了一手进马 那这手旗呢 也造成了肃败 但是他不走这个 走其他的也不行 那只能是眼睁睁的 看着人家一点点的折磨他了 这刀 跳马之后呢 一将 那红旗只能进去 黑旗呢 一个闪身 捉马 这样呢 小马必丢 这边又将 你马一丢 生俩兵 那更不可能顶得住了 只好 猴子认负了